神奇的树 路旁躺着一粒种子 小兔、小猴和小熊看见了 很奇怪 这是什么种子 从没见过 小兔说 我们把它种下 等它长大了 就知道是什么种子了 它们在草地上挖坑 埋下了种子 大狼看见了 问 你们种什么呀 是果树吗 不知道 三个小伙伴回答 要等它长大了才知道 真是三个傻瓜 大狼暗暗发笑 不知道是什么种子 还种 白辛苦 三个小伙伴 每天都给种子浇水 几天后 种子发芽 长成了一棵小树 三个小伙伴又给小树松土 施肥 大狼看见了 在一旁喊 傻瓜 你们没事做吗 来给我捶捶背吧 三个小伙伴没理大狼 小树 小树在三个小伙伴的精心照料下 飞快地长大 几个月后 长成了一棵茂密的大树 这是什么树呢 三个小伙伴谁也没见过 不认识 小熊说 要是一棵苹果树就好了 就有苹果吃了 小熊刚说完 树上就结了几个又大又红的苹果 啊 真神奇 三个小伙伴摘下苹果 吃得真开心 我更喜欢吃萝卜 小兔说 刚说完 树上结出了萝卜 摘下红萝卜 小兔吃得好开心 我喜欢吃香蕉 小猴说 刚说完 树上就结了几串黄橙橙的大香蕉 小猴摘下香蕉 三个小伙伴吃得好开心 原来这是一棵想吃什么就结什么的宝树呀 躲在不远处的大狼看见了 十分惊奇 他跑出来 冲到树底下 对着树喊 我要吃大西瓜 我要吃大西瓜 大狼刚说完 从树上落下一块块大石头 砸在大狼头上身上 哎哟 哎哟 大狼慌忙逃跑 不过会去见点亮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